你哭 留在心上 到底是何缘由 让灭绝如此爆梦 原来就在刚刚 吉小福带着女儿杨不悔 来到蝴蝶谷看病 不料遇到了师父灭绝事态 灭绝问他这十年来去哪里了 为何不回峨眉 吉小福不敢隐瞒 只好如实交代自己触犯了峨眉派门规 与魔教中人私下生子 无言面对师父 你是跟谁生的这个小女孩 举世回答 不许忙我 是 杨潇 杨潇 我叫他光明左使杨潇 灭绝听到杨潇这个名字 顿时勃然大怒 地长拍碎身边的木桌子 把吉小福 丁领君和贝锦衣三人 吓得魂飞魄散 仇神死海 大世界孤红子 就是给这个杨潇活活气死的 其实孤红子在原著里 是灭绝事态的师兄 二人曾有嫁娶之约 后来孤红子与杨潇比武输了 被对方羞辱致死 所以灭绝才对杨潇恨之辱 小福 师父 你是神于他欺瞒师父 道反师门 私养孩子这些我全都不计较 如今我要你去做一件事 吉小福一听师父有命 当即欣然英语 表示肃汤倒火 在所不惜 可是当他听师父说要自己去刺杀杨潇时 立刻拒绝了 师父吩咐的任何事 弟子都绝不迟疑 我要杀杨潇 我不能做 吉小福声称 杨潇虽然出身魔教 却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如果没有他 自己早就死了 以天剑也不可能失而复得 灭绝不知其中原委 也没兴趣去了解这些 他只想为自己的老相 好孤红子报仇血恨 小福 我只要你说一句话 你杀不上杨潇 外柔内刚的吉小福表示实难从命 只有以死谢罪 灭绝怒不可遏 一掌拍死自己的爱徒 丁领军提议将杨不回也一并杀了 斩草出根 躲在后院的张无忌文言 急忙带着杨不回逃离小季 直到灭绝等人出 他们才返回谷中 此时吉小福已经奄奄一息 他拼尽最后一口气 从怀里掏出名叫帖 宴令交给无忌 让他带着女儿杨不回 去昆仑山坐望峰掌杨潇 替我转告杨潇 你说我不回 吉小福说完这句话 便弃绝身亡 随后张无忌带着杨不回 一路翻山越岭 历尽艰辛 才到达目的地 杨潇得知对自己情深义重的吉小福 被灭绝活活打死 悲痛欲绝 当即决定暂代名教教主支持 号令教众重出江湖 灭了峨眉 为吉小福报仇血 张无忌是武当弟子 不便在名教中久留 于是便与杨潇告别 不料他刚离开作望峰 就被轻易扶王维一笑抓走 维一笑以前修炼寒冰棉掌 是走火入魔 每天需要吸食人血才能屈寒 因此抓到无忌就迫不及待地吸吻起来 乃至下一秒就感觉不对劲 臭小子 你的血怎么那么硬寒 我身上中了玄冥神掌 唯一笑听到玄冥神掌四字 顿时吓得扔下无忌 落荒而逃 张无忌从空中坠落 跌入一个山谷 从此与世隔绝 但他大难不死 自有后福 此时名教重出江湖的消息 已经传到峨眉派 灭绝师太得知对方是专门针对自己 当即号召个大门派联合起来 剿灭魔教 于是便有了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金氏一战